进入深秋,夜里是越来越冷 俗话说,一夜秋雨,一夜凉 一看天气,马上又是一波降温 晚上,夜里寒凉,再加上秋季 照写,秋天,阳气渐收,阴气渐涨,情志主忧 在这种环境下,人很容易变得乏力 伤感,焦虑,烦躁,更容易失眠 晚上睡觉,数数数到八位数也睡不着 今天就用酸枣仁搭配它 堪称全天然安眠药,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一起随着视频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20克干的山药 接着再准备20克芊丝 接着再准备20克芙苓 再准备20克莲子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山楂 接着再准备20克酸枣仁 把这些食材洗干净全部放入养生壶里 加入800毫升左右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20分钟 20分钟之后,这一个失眠茶就煮好了 每天晚上提前两个小时喝就可以 喜欢你也试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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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